各位听众的,周二进行了美国中期选举,那么今天是周五,中期选举关于参众两院的最终结果还没有确定,那么我就现在一致的结果给大家再次分析一下美国中期选举意味着什么。 前面那集我给大家说过,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占有优势,这是肯定的,关键是这个优势是多少。 就现在的结果来看,共和党应该可以重新夺回众议院的多数席,但是参议院截止到今天,共和党是49席,民主党是48席,剩下三个州,内华达、亚利桑那和乔治亚。 那么之前在已经宣布结果的各州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州,一个是维斯康星州。 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曾经注意过2020年的总统大选,这五个州恰恰是2020年总统选举中最引人注目的五个州。 那么现在剩下的这三个州里,内华达州看上去会是共和党获胜,亚利桑那州看上去像是民主党获胜。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结果将是共和党50席,民主党49席,所有的焦点都会汇聚在乔治亚州的身上。 如果共和党拿下乔治亚州,那么共和党就夺回了参议院的多数。 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乔治亚州,那么两党是50席对50席,关键性的一票就属于副总统哈里斯。 那么毫无疑问,哈里斯是民主党,那就意味着共和党夺回参议院多数席的企图就失败了。 这里我再多说两句关于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原来呢,是妥妥的共和党州。 当初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麦肯恩,那是资深的共和党大佬。 麦肯恩出身于军人世家,在越南战争中不幸被俘,做了几年的俘虏。 是美国的战争英雄,而深受亚利桑那选民的尊敬和爱戴。 当他在世的时候,亚利桑那绝对是共和党铁岛的银盘。 不过麦肯恩呢,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和特朗普发生了激烈的摩擦和矛盾。 因此呢,当麦肯恩去世之后,亚利桑那就迅速的变成了民主党的阵营。 不论是2020年的总统选举,还是这次的中期选举, 失去亚利桑那,这都是共和党心中的痛。 那么最终呢,所有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乔治亚。 乔治亚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两位候选人,票数差距非常小。 两个人谁也没有达到乔治亚州法律所规定的获胜的票数。 所以呢,12月6日,要再进行一轮决定胜负了投票。 那次投票呢,就没有获胜票数的要求。 谁得票多,谁就当选。 所以如果亚利桑那和内华达不出意外的话, 美国参议院的归属要到12月6日才能见分晓了。 那美国中期选举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呢? 我的观点是,美国中期选举真实反映了美国民众的情况。 我们比较美国中期选举和2020年的总统选举, 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民众的分裂状态依旧。 虽然通货膨胀给民主党带来了负面效应, 但是堕胎权的争议,以及特朗普这个因素, 又让民主党返回了一定的颓势。 我们在之前的那集讲过, 在中级选举之前,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手段, 想达到彻底打倒对方的目的。 民主党呢,是打特朗普牌和堕胎这张牌, 共和党呢,是打通货膨胀这张牌。 可以说双方的手段都产生了一定效果。 但也可以说,最终的效果都远远没有达到双方的预期。 因为无论两党都用什么样的手段, 他们都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事实, 那就是美国的民众和社会正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 而这次的中期选举结果, 正是真实反映了这种情况。 那么这是对美国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呢? 我们现在还不好下结论, 因为就像我们中国老话讲得好, 后福相矣,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都会出现严重分裂的时期。 我在其他基地已经给大家分析过, 我们现在处于人类文明一次重要的思想上升期。 这是互联网革命所带来的。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 社会出现分裂, 人们出现思想观点的分歧是很正常的。 将分裂的事实表现出来, 这并不可怕, 因为这是客观存在。 关键是要把分裂所带来的伤害控制在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 至于呢, 在分裂所产生的摩擦和争斗中, 双方逐渐趋于统一, 对终呢, 造成社会的整体进步。 这个过程一定不会是令人愉快的, 但是就像那句歌词所唱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 那么美国中期选举的这种状态, 也让美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 美国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而这种问题呢, 应该如何去解决? 就像我之前那集讲到的, 中期选举的结果很有可能会引起美国两党各自深刻的反省。 我们先来看共和党。 首先呢, 美国中期选举的这个结果清楚地显示, 2020年的总统选举, 即使存在着舞弊现象, 但是舞弊现象, 对于2020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影响非常有限。 我们可以想见, 在中期选举之后, 共和党内部指责民主党, 2020年以欺骗的手段, 赢得总统选举的声音会越来越弱。 那么另外一个共和党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就是特朗普在共和党中的地位。 这也是特朗普本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下周呢, 特朗普将宣布重大的决定。 那不出意外呢, 这个重大的决定和2024年, 他是否参加总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从中期选举的结果来看, 2020年总统选举, 特朗普落败的原因仍然没有改变。 所以呢, 特朗普如果2024年参加总统选举, 而中期选举所显示出来的美国选民的这种状态, 没有太大改变的话, 那么2024年, 特朗普将再次落败。 因此现在共和党内部, 已经产生了不少对特朗普不满的声音。 中期选举的这个结果, 对于特朗普来说, 的确是令人失望。 因为从中期选举之前, 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和所讲的话来看, 特朗普对于中期选举, 还是抱有很高的期望。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 中期选举的结果, 非常清楚地告诉共和党, 特朗普并不适合于作为202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不应该因为眼前的挫败感, 而影响他的判断力。 伟大的历史人物, 伟大之处, 就在于他能比较清楚地认识到, 他在时间长河里的定位。 特朗普已经注定了, 会成为美国历史上, 一位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 但是关于如何评价特朗普呢, 直到现在,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不过下星期, 他所要做的重大决定, 我相信, 一定会对如何评价他, 有着很大的影响。 即使特朗普不去竞选2024年的总统, 他仍然在共和党内部, 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根据中期选举的结果, 特朗普选择留在幕后, 要远比他走到台前, 对共和党有利得多, 也对美国有利得多。 特朗普是否决定参选2024, 这可以说, 是对他经常说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句话, 真实性的考验。 最近呢, 美国一定有这种说法, 说美国政坛, 两党的领军人物, 年岁都太大了, 无论是特朗普, 拜登, 还是佩洛西, 桑德斯他们, 都是垂垂老矣,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 两党都有一批, 中清代的优秀领军人物, 迅速崛起, 也许, 解决美国社会分裂问题的钥匙, 就在这些相对年轻很多的领导人的手里。 现在共和党内部, 有可能参选2024的候选人, 有好几个, 这些年来, 由于美国内部的分裂状态, 这些共和党的精英, 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但是呢, 关于他们的选民支持率, 还很不清楚, 这主要是每一次民意调查, 特朗普总是吸引了大多数的支持率, 所以呢, 其他有可能的候选人, 他们所获得的支持率并不是非常清楚, 如果特朗普放弃2024年的参选, 那么他身上的这些支持率, 就会分流到其他的候选人身上, 那么形势就会更加的明朗和清楚, 所以无论是对于特朗普, 还是共和党来说, 特朗普是否参选2024, 这都会成为共和党下一步最关键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 也自然会带来共和党内部的动荡, 那我们再来看民主党, 尽管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利用特朗普和堕胎这两张牌, 阻止了共和党大胜的趋势, 但是中期选举的结果, 也让民主党看到, 美国民众他们是在意通货膨胀的, 他们是在意总统的能力的, 而美国处于分裂的这种形式, 也是很难修复的, 最少现任总统拜登是很难修复的, 这对给民主党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谁来参选2024, 如果共和党推举特朗普来竞选2024, 那么按照美国的常规, 现任总统拜登继续竞选2024,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只要经济上不会出现彻底的崩盘, 那么2024的总统选举, 很有可能是中期选举和2020年总统选举的翻版重演, 但是如果特朗普放弃参选2024, 共和党推出一个新的年轻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拜登再次参选, 获胜的可能性就会比较低,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民主党很有可能也要找出自己合适的, 2024年的总统竞争者, 那么为了和共和党相匹敌, 民主党也会选出相对年轻的总统候选人, 这就会促成美国政坛, 完成世代阶梯, 不过民主党的情况和共和党有着一定的不同, 因为共和党内部这些年由于特朗普的横空出世, 所以内斗不断, 内斗的好处就是共和党涌现出一批, 经过磨练和斗争的新的领军人物, 但民主党这边内部比较平稳, 缺乏内部争斗和磨练, 所以新的相对年轻的领军人物涌现的并不多, 这也是民主党的一个明显的劣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特朗普退出2024年的总统选举, 那么共和党这边就会爆发出和以往不同的活力, 那么民主党为了应对共和党的这种变化, 也必须在内部进行调整, 这也自然就会带来民主党内部的动荡, 所以呢, 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 必然会带来美国两党内部, 在现在到2024年下一次总统选举之间, 出现剧烈的变化, 整合, 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内斗, 不过这种动荡呢, 将会是一个有限度的动荡, 因为实际上美国最危险的时刻, 是在2020年, 特朗普总统选举落败, 不愿意接受选举结果, 进而呢, 导致1月6日国会山事件, 那个时候是美国内部最危险的时刻, 因为那段时期, 支持特朗普和反对特朗普的人是最活跃的, 他们都认为可以轻易的说服改变, 甚至消灭另外一方, 但是经过两年的时间, 中期选举清楚地告诉了美国人, 分歧依然存在, 如果不首先改变自己的话, 也不要想着去改变另外一方, 那么这个分歧就无法被消除, 美国仍然是分裂的, 所以2024年的总统选举, 共和党民主党谁会取得胜利呢? 最先能够改变自己, 让美国民众看到消除分歧希望的那个党, 就会取得2024年总统选举的胜利, 总的来说呢, 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 又一次展现了美国民主体制的魅力, 那就是双方的政治家, 无论使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手段, 他都无法完全遮盖住民意的体现, 一个国家和社会民众的思想状况, 既会有和睦相处其乐融融的时期, 也会有相互争辩意见分歧的时期, 最关键的是, 要让社会民众了解社会真实的状态, 了解问题的存在, 同时鼓励民众呢, 能够主动的参与其中, 去讨论问题, 解决问题,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民众的思想觉悟和认知水平, 才会迅速的提高, 掩盖问题, 回避问题, 就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